哈喽大家好,欢迎来到这个频道 今天我们来聊Hatta Lega Holding Burkhard 它的销售量有所提高 让我们来聊Hatta Lega这家公司 Hatta Lega在公布2025财政年第二季度净利润为860万令吉 对比2025年第一季度的3190万令吉是下跌了73% 主要是由于美元对马币走落 以及原材料的成本有所上涨 调整非经营性项目过后 我们可以看得出Hatta Lega在2025财政年第二季度的核心 净利润为3040万令吉 对比2025财政年第一季度的3670万令吉是下跌17.3% 这一整个结果是低于华尔街预期的40% 但是却超出Public Bank的预期的58.7% Public Bank的预测的差异最主要是 由于销售量增高比预期还要来得更好 Public Bank将2025财政年的盈利预测上调13% 以反映更加高的销售量 同时也维持着对2027财政年的盈利预测 总而言之对Hatta Lega来说是优于大盘的评级表现 基于2.7倍的试镜率 当然目标价上调至3.65美股 接近它的一年的历史均水平的两个SD 因为对美国客户的销售流入增加而保持着乐观的态度 对于2025年第一月份开始会征收的关税 会对于Hatta Lega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来的 除此之外Hatta Lega也宣布派发首次中期的单程股息为美股零点 整体的营业额来说Hatta Lega 2025财政年第二季度 收入环比增长11.7% 主要原因是因为销售量环比增长16%至68亿件 这是由于订单大量的涌入 也因为中国制造商目前正在满负荷 预计在2025年12月的时候 Hatta Lega的月销量将达到23到24亿 原本是21到22亿台的 这也得益于中国企业面临关税上调的原因 但美国订单也转向马来西亚的制造商 对于2025年的使用率 以从原先的2025第一季度的78%提高到90% 也随着美元对马来西亚令吉的走落趋势缓和 加上未来销售量的增加 预计Hatta Lega的综合平均售价 将在2025财政年下半年提高1个美元 对于每1000只手套来说 对于Hatta Lega这家公司的净率论 扣除非经营性的项目过后 Hatta Lega的报告就揭露在2025第二季度的 核心净率认为3040万令吉 当然对比第一季度是下跌了17.3% 在第二季度的税前亏损为4750 对比第一季度的4110万令吉的差别 这主要是由于美元对马币的走落 以及原材料成本的有所增加 让Public Bank这家投行预计 原材料的价格将在2025财政年下半年 逐步恢复正常 这应该会维持着并且它的营业利润率 对于未来的展望 Public Bank对Hatta Lega保持着乐观的展望 因为随着客户继续补充消耗的库存之外 销量也连续的改善 这也为它提供了一定的支撑 Hatta Lega集团有望在2025财政年末 将手套产能每年的320亿支 扩道到370亿支 目标在NGC1.5投展后 实现75到85%的使用率 除此之外 美国贸易代表最近宣布 从2025年1月份起 对中国进口的手套征收更加高的关税 这也可能会为马来西亚的制造商 提供进一步的推动力 促使马来西亚制造商能够重夺回美国市场的份额 Comien0.0.0 Comien0.0.0